超過八十億的基隆輕軌捷運 我告訴大家 這將是三十年來 基隆最大的建設 我們會把它視為 區域整體發展的一環 總統蔡英文十七號宣布 要新建基隆到南港輕軌系統 交通部鐵工局主密溫代信表示 推動輕軌新系統 可以利用既有台鐵三軌道 不但能夠解決離峰時段 台北往返基隆車輛太少問題 另外被減少兩軌道列車 則是可以增加兩班列車 前往花東地區 不過有學者認為 建立基隆輕軌系統 是否會影響到台鐵原有排班調度 以及輕軌班致密集度 在基隆地區所帶來的效益 這個基隆到台北這一段 跟台鐵來逛軌 會不會影響到台鐵的本身的 排班調度的機制 那對輕軌來講 它的班次夠不夠密集 然後呢 如果我們只做這一段 它的效益可能出不來 台鐵公司表示 新建基隆輕軌可以解決 前往花東地區買不到票問題 不過也有民眾認為 不管是建立輕軌必要性 或是藉由交通建設 來提升城市價值 針對基隆地區交通建設現狀來看 其實沒有太大幫助 有 然後車輛會比較多 然後 票也比較好買 非常支持 所以在這部分上面 我覺得其實 其實 捷運或者輕軌都好 我覺得在 對於基隆現況來講 我覺得是 沒有太大的幫助性這樣子 總統蔡依文說要建設基隆輕軌 希望可以打造北北基陶生活圈 火化基隆地區 也能疏解花東地區 以票難求問題 但未來如何解決 基隆輕軌跟台鐵之間 排班調度問題 及輕軌帶來基隆地區正面效應 恐怕有待觀察 記者胡頌 徐家榮 新北汐止採訪報導 好